探索未知领略奇闻,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艾探索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 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层出不穷 不知不觉间,机器人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四种十分先进的机器人 波士顿,最新一代机器狗 这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十分广阔 巡逻,监控,放牧都能够胜任 不过每一辆机器人的售价在七万五千美元 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消费得起 即使最早的第一代机器人仍然能够在各种地形上面如履平地 机器人Piper Piper是世界上第一款能够识别人脸的社交型人形机器人 它可以识别出人类的喜怒哀乐 从而生成不同类型的谈话方式 现在这种机器人已经被两千多家公司和数十万家庭采用 Piper可以在商店中充当导过员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商店的人气和商品销量 Piper还可以充当前台,充当导过员 搬运机器人 这是一种家用的用来做家务的便携型服务机器人 机器人的四肢上面装满了形形色色的传感器 可以灵活做出各种动作 上下车搬运东西 这些事情都是小儿科了 有了这些能力 搬运机器人可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 此外,不同的机器人之间还可以相互交换货物 SN3 NOVA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由阿蒙公司设计 是一种用于修复电子设备的机器人 当然这种机器人彼此之间也可以相互修复 为了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 以及提升工作效率 这种机器人身上携带了3D激光扫描仪和HDR摄像机 内置了十分强大的识别软件 不过这种机器人还处于试验阶段 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量产 科技的发展永无止境 人工智能也会一天比一天先进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